我现在已经到达酒店了 把东西都放了下来 现在准备马上去小白的直播间那里去看一下 他一直在直播间里面吃东西 因为他卖的是贵州的特产 我正好也没有吃午饭 所以去他的直播间去趁点东西吃 杨旭就还在路上 因为他要转机 他从云南飞过来了 需要更长的一点时间 所以要晚点才到 现在我先去看一下 我现在到了小白的直播这个基地这里了 待会就能进去看到他的直播间 里面直播的现场是怎么样子的 对啊 咱们刚才就是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分享给大家 大家后面会听一听 来自杨旭和阿龙的故事 这个意思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意思大意就是 你看这对鼓掌 先感谢一下 人生难得再次寻觅 相知的伴侣 生命终究难舍 懒懒的白云天 红隆隆的泪泪一生 在我的窗前 或许明日太阳西下 卷鸟一归时 你将已经踏上旧事的归途 人生难得再次寻觅 人生难得再次寻觅 相知的伴侣 谢谢大家 这个就是小白穿的 小白来打开一下里面的那件 还有外面的这件 红星耳克 红星耳克 头逼No.1 12号早上把脸 不见不帅 帅不帅 大家说帅不帅 帅 上 有什么上 再来一个 不来了 来快点 不行 这是你直播间最后的秀的 好了我们先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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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 拜拜 拜拜 好嘞 现在已经回到了酒店了 其实一整天播下来 感觉还是蛮累的 因为我从下飞机之后 12点钟 中午12点钟 这样子加入了小白的直播间 然后一直播到晚上的11点 现在回到酒店已经1点钟了 所以整个人整天播下来 还是蛮累的 但是我觉得在直播间里边 跟小白还有杨旭一起有说有笑 然后唱唱歌 聊聊自己在旅途上难忘的故事 个人感觉还是能够学习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的 因为在整个直播间还是 那个氛围还是挺好的 虽然我自己并没有特别的放得开 没有特别的自然 表现的特别自然 但是能够感受得到大家在直播间的那种热情 然后对我们的支持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把贵州这个地方给推广了出去 把小白的家乡给推广了出去 让大家能够了解贵州的文化 大山里的文化 然后还有大山里的美食 我觉得这一点意义上来说就已经很不错了 虽然今天的小白是主角 然后我跟杨旭是客串的嘉宾 但是从小白的整个直播的现场来看 我们也是学习到了很多知识 很多直播的技巧 所以我觉得小白她今天的表现是真的很专业的 值得我跟杨旭去好好地学习的 好吧 今天的这一场我们三个人的直播首秀就画上了句号 那么在12号早上8点钟 我们还有一场三个人一场的直播 欢迎大家到时候来跟我们一起玩 直播间见 不见不散 拜拜